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要问各位 如果预测超出现有数据的范围会怎么样呢 老师这边给一个题目 下面是Tony同学 三岁至十二岁时期 年龄X跟身高Y的生长资料 还有他的散布图 比如说年龄三岁的时候 身高是96公分 11岁的时候是145公分 二岁的时候是150公分 还有他的散布图 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很强的正相关 从这个散布图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年龄X跟身高Y之间 会有很强的直线关联 假设我们已经算出回归直线的方程式 是Y等于5.933X再加上80 然后老师想要请同学 如果想要估计他11.5岁时的身高 该如何处理 第二 能否利用L估计他40岁时的身高 为什么 好 我想如果要估计他11.5岁时的身高 其实只要加X等于11.5带进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求出来大约是148.2公分 但是你如果将X等于40带入 去估计他40岁的身高的时候 你算出来会什么 哇 317公分 这可能创下金氏世界纪录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实世界纪录的最高身高 应该是272公分左右 好 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题目知道 这个孩子呢 40岁时的身高约317公分 这样的预测是相当不合理的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人呢 长高到某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会慢下来 然后停止 所以你一直把回归直线呢 延长到成人的年龄去做预测 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好 所以呢 我们的结论是 回归直线的预测呢 应该要有它适用的范围 即使我们求出了回归直线 你发现呢 多半的数据呢 纪录这条直线不远 也就是说它的直线相关性很强的话 你也不可以任意带入 超出现有数据范围的X去估计Y 因为呢 此时有可能得到离谱的结论 所以在应用上呢 要特别的小心 同学了解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澄清呢 第二个概念 问题讨论12 好 老师要问各位 看电视会不会年年益寿 好 如果你去统计一下 世界各国平均每人电视机的数量X 跟人民的预期的寿命 你应该会找到一个很高的正相关 也就是说 如果人民有很多电视机的国家 预期这个人民的寿命呢 也会比较长 那我们是否能说 电视机跟寿命长短之间 有因果关系呢 同学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那所谓的因果关系 它的基本意义是说 只要改变X的值 就可以使Y值跟着改变 那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借着运送一堆的电视机 去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 来延长那边人民的寿命呢 当然是不行嘛 那因为呢 复国的电视机比穷国还多 而复国的人民预期的寿命 也会比较长 这不是因为电视机的关系 而是因为呢 他们拥有较好的营养 干净的水 还有较好的医疗资源等因素 所以说电视机跟寿命的长短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个同学也是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老师这边在提醒同学 即使呢 两个变数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 也不一定代表其中一个变数 会导致另外一个变数 也就是说 我们无法从两个变数之间的 相关系数的大小 来判断这两个变数之间 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所以这两个呢 迷思概念的澄清 请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 这次呢 有关于二维数据分析这个单元 老师是企图从历史以生活的角度切入 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来发展散布图 相关系数 还有回归直线的概念 还有呢 相关的程序性的知识 每一个活动结束以后呢 老师都会做一个小的结论 来对呢 前面的概念跟程序 做一个统整 而且呢 老师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立题 希望同学呢 透过实作的方式 来巩固观念 来熟悉计算 并且深化呢 教材中的 各种概念的学习 好 老师祝福各位 加油 Go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